那么有很多家长在照顾新生儿和幼童的时候 都会面临一些困扰 尤其是很多新手爸妈常常一遇到状况 就赶快往医院跑 如果说在社区有卫教资源可以利用的话 那就方便许多了 在前证区的爱群社区的自治育儿资源中心 就特别开办了健儿门诊的咨询讲座 邀请到专业的医师现场为家长来解答 也让参与的家长表示收获良多 有不少的爸爸妈妈或是长辈 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照顾上都会遇到许多困难 前证爱群社区的自治育儿资源中心 就听到各位的心声咯 将在六月份开办第一场健儿门诊的讲座咨询 那为什么要讲健儿门诊 是因为我们可能在跟会员 我们中心的会员互动的过程中 那可能会有妈妈提出一些健儿门诊相关的疑问 那我们就跟医师讨论过后 他就觉得说好 那我们就来讨论看看健儿门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有效地利用健儿门诊 这一个医疗资源 那我们更有效地去利用这样的话 就可以避免其他的医疗浪费 在这个咨询讲座里头 也会请来专业医生来为各位家长以及长辈们 解决照顾小孩所面对的各项疑难杂症 我家小孩就是觉得好像对生意敏感都不好 所以我们就利用个健儿门诊回去问医生说 我的小孩子这样子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因为也害怕说他耳朵是不是有问题 不过那时候也有筛检过也是正常这样的 然后医生说那可能再观察看看 对所以可以利用这样子可以让家长可以解除到很多疑虑 其实它是有帮助的 除了孩子们的健康 这些辛苦照顾家庭的妈妈阿嬷们也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 主办单位也会在月底举办妇女健康照顾讲座 欢迎妈妈阿嬷们踊跃参与 港东新闻萧红和吴雅婷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